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未来的讯息 你和隔壁都说我们要很清楚神关于未来的计划 应该年尾12月最后一个礼拜才说 但是我现在进入11月里来到开始宣讲 2014年会继续神大大使用我们新处光的教会和弟兄姐妹的念 你和教导说神在明年大大使用你 但是你要制定才行 有世人他们都在年尾的时候做一些计划 可能我们都开始做我们的计划 但是我们做我们的计划之先 我们可以聆听一下和领受一下上帝你的计划是什么 我们知道前两年全世界的人口已经进入了70亿里面 而得20几亿的所谓基督徒的人口 就是说有40至50亿的人口还未接受耶稣的救恩 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来的 而按照圣经所说的 他们的命定会是地狱火狐 我相信大家在你的家族里面都有相当仁未相信耶稣 虽然我的家族里面都接受耶稣基督 虽然我的家族里面都接受耶稣基督 我常常都在祷告里面去祷告他们 我曾经带过 如果几年前大家都认识张公健牧师 我带过他和师母一起去我乡下做报道 前几个月忽然之间我们的乡下又有一个突破 竟然叫我回去承受地土 但有些阻塞在当中 但是我想着很可能要在我乡下来建立一个神的祭囊 我不知道你背后有几多人还未相信耶稣 我想到如果神的心意是愿意是很多人得救的 但是我的想法是 如果神不是仅仅是救我们现在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又或者我们的子女 我说神是很想有更多人来相信接受耶稣 所以基督徒的计划有别于世人一般的计划 所以说到2014年的时候 我们应该从神的角度来计划一下 我们有没有在四五十亿的人口里来做些事 又或者在我们的家族里来做些事 又或者在我们的朋友公司的同事 或者同学当中做些事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样要考虑 在未来的计划里面 我们一定要看从神的心意 而第二样东西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和神在圣经里面 关于末世的启示 第二样东西我们要考虑是最后期的计划 我们发觉除了2011年 我们连续有21日的关于末世的讯息 2012年的时候 大家都是很恐慌 因为2012年 就是有预言就是世界毫日 但是过了2012年12月之后呢 我们又觉得 咦 末世呢 我们都不需要再听了 我们从今年1月1日 1月开始呢 我们逢周四呢 就有末世的讯息 但是很可惜呢 参与的弟兄姊妹是非常之少 你问一下旁边吧 你认识末世多少先 如果我们不知计划的话呢 恐怕呢 有一天我们很困难呢 来到面对末世一切的事情发生 就是我们越过多一年呢 就是等于我们呢 就是我们的年税呢 过多一年呢 每逢新的一年的生日呢 其实不是好消息来的 过多一年的生日 就是说我们距离死亡呢 越近多一年了 人类历史都是一样 我们过多一年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面对末世呢 近多一年的日子 但是呢 我们竟然呢 对圣经所讲关于的末世呢 我们竟然是不知情 但是我们知道很少 关于末世的经文 中文中的结果 中文中的经文 告诉大家 原来呢 新约里面 讲到末世 和主耶稣的经文 是非常之多的 但是让我和您分享 新纪念中 中文中的经文中 有很多经文中 在末世的经文中 中文中的经文中 中文中的经文中 所以如果我们在认识 很多圣经真理底下 而对末世是无知的话 恐怕我们是走错路的 所以我们进入 一个新的一年的计划里面 我盼望我们 身处的人呢 我们能够对末世 是认识多一些 以至到末世的危机 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是可以应付得到的 so that you would know how to deal with the end time crisis 如果不是呢 到时候呢 我们是很难面对 otherwise you would find yourself in trouble 因为呢 我就算在木会那么久呢 就是各种类型的灾难 都可以发生在我教会里面 because I have been a pastor for so many years I know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tragedies could happen 包括呢 97年呢 我当时仍然在美国木会的时候呢 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的爸爸 就是因为呢 经历不起这个金融风暴呢 就跳楼自杀死了 and then for example in the year 1997 one of the sisters a father who went bankrupt becau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at that time he jumped out of the building and committed suicide 另外一个人生里面呢 只是亲自经历地震 都有吃五次的 and then I personally also experienced a few earthquakes 其他我个人的倒霉的东西呢 就是大家听过呢 不再需要再听 and I do not need to share more about what had happened to my life accidents and all sorts of things 当然呢 有很多人呢 就以为神的命定是这样的 and many might think that oh this is the destiny of God 不是的 原来耶稣基督叫我们 在末世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逃跑的 but then Jesus indeed told us how to run away from tragedies and he also taught us how to through prayer we can come away from all these tragedies 所以呢 我派望呢 我们新曙光的人呢 不单是自己有曙光 我们并且带给很多人有曙光 and I pray that we are bringing hope to different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I pray that we are bringing hope to different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I pray that we are bringing hope to different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I pray that in the future there are people who we all have you know we all know more about the future 所以呢 转入2014年的时候呢 我们呢盼望呢 我们呢 有一个渴求认识 关于末世是怎样 多一些 so I pray that in year 2014 we all would know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e end time 以至到呢 不会影响到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和我们呢 要完成神 好大的使命 so that we this will not affect the Christian life but yet we are able to fulfill the destiny of God 我们呢 要带领很多人 来到归信耶稣 we are going to bring a lot more people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而第三样东西呢 我们思想到呢 我们由一二年开始呢 一三年呢 我们两年呢 神都给我们有一些 在成宗里面的大型的 医治报道会 and we all know that from year 2012 and also in year 2013 the Lord has allowed us to do a great he heals me crusade in a big hall in Hong Kong 我一直的解读呢 神给我们的这个机会呢 是非常之正面的 and then all along I have been interpreting it with great hope 好可能呢 有些弟兄姊妹说 就是那些大型的报道会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so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might ask what does it have to do with me 和那些的报道会 很多的果子 去返回去 不同的教会 来到承受了 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and many might ask okay so many people believe in Jesus because of these chrase but yet they have not entered into the gates of into the sunrise church 那我们明明我们的focus 我们的焦点呢 是搞祈祷 和推动祈祷运动 和建立祈祷塔的 and then our original vision is to build prayer towers and to conduct prayer movements 可以告诉大家 和我们祈祷 是大有相关的 but let me share with you this has a lot to do with prayer 我们首先 看第一次的经文 let's read from the first scripture 在提摩太前书二章那里提到 so in first timothy chapter two it says first of all then i monish and urge that partitions partitions 祈祈祷呢 是一种的工具 和一个门径 pray is a tool to many things 啊祈祷呢 要有个目标 和对象 pray is a must have a purpose 而呢其中呢 保罗呢 告诉我们 第一 and then here Paul said first of all 要为多少人祈祷啊 so what did he say how many of the people we have to pray for 有些弟兄姊妹有很多 我都有上祈祷塔 so some might say I've been to the prayer tower 啊我都有上去呢 和别人打招呼 I have meet I've met a few people there 我喜欢我的祈祷的气氛 I know I like the prayer atmosphere there 啊我都很欣赏呢 我们能够有这么好的祈祷的地方 and admire that we have such a good place 我们忘记了呢 我们有个目标的 but you know what you have a purpose 我们有个目的的 you have a purpose 我们要为很多人得救来到祈祷里面 we have to pray for all men Amen 我们常常买冤啊 哇我们的亲人啊 我的家族啊 我还未曾相信耶稣 so my you might say that so many people in my family have not accepted Jesus and you ask God what have you done 其实神就是等着你啊 你发出大能的祷告 but God is waiting on you to cry out to him 第一 你便要为很多人来祈祷代求 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offer your prayer on behalf of all men 为你的家族 为你的亲人 on behalf of your family on behalf of your relatives Amen Amen 我们跟教徒都说第一 要为万人祈祷 so say to your neighbor that first of all I have to pray on behalf of all men 在提摩大前书二章四节那里 神说愿耶 几多人得救啊 so see in this next verse it says that God wants to save all are all so our prayer must reach the purpose of God that is to have all men to be saved 当然万人呢 不是只字面上面 一万人就够了 it's not just about a certain amount of people 而是神很希望呢 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得救 and his purpose is that all men will be saved Amen 你跟教徒都说 神是很希望 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得救 say to your neighbor that God wants all men to be saved 我们又盼望呢 我们的家族全然的得救 so we also pray that our whole family will be saved 我们的公司的同事全然的得救 our co-workers at the workplace will be saved 我们的学校能不能够全然的得救啊 can our school be saved 全成得救 our whole city will be saved Amen 我们每逢你举手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要宣告香港人全然得救 and whenever we raise our hand to pray we claim that the whole Hong Kong will be saved 因为我们知道呢 我们是没有能力呢 来到去带领六百多万人呢 来到逐个逐个来到归信耶稣基督 we know that by our own ability we cannot bring 7 million people to Jesus 而香港呢 亦有很多少数民族 and then there are a lot of ethnic group in Hong Kong 有菲律北人 印尼人 巴基斯坦人 尼泊尔人 哇 很多各种各族的人 the Filipinos Indonations are all sorts of people 哇 很多人 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完呢 向他们来到全港福音呢 so all these people how can we by our own ability preach to them 所以我们的祈祷呢 其实呢 就要去为万人来祈祷 so our prayer must be for all men 有时我行街呢 都憑着信心宣告 这个人快点信耶稣 so every now and then we're on the street I will pray that this or that person will believe in Jesus and then we'll pray that people on the street they will believe in Jesus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people on the street they will believe in Jesus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and though I would not be able to preach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but as long as I pray for them 为他们来到代仇 I've intercede for them and some day God will send a preacher to him and some day God will send a preacher to him and one day these people will become a follower of Jesus 今天我们呢 在一个祈祷的教会 我们更加需要为万人来祷告 so as a praying church we should pray for all men Amen Amen 所以我们呢 每年呢 要继续来到去 为这个城市来做些事情 so every year we should continue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city so every year 有些人都不会做 但是呢 神已经有良给我们去做 although some many people might not do it but then God has asked us to do it 我们慢慢开始觉得呢 咦 我们是有能力去做的 and then slowly slowly you will realize that we are able to do it 我们呢 为了呢 神已经给我们有能力去做的时候呢 去感恩 we should thank God because we have we are able to do it 所以呢 未来的日子呢 我们呢 只有越做越大 so in the future in the near future we are able to do great things 你跟隔壁哥哥说 要越做越大 so say to your neighbor you have to do greater and greater things 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刚刚洪管就turned down了我们了 so one bad news to share is that the Coliseum has turned down our application 有一个好消息 but one good news 我们可以继续申请 we can continue to make applications 有无限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可以继续申请 so there are still a lot more good news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apply and apply 好多人我会想 哇哇哇我们做不做到那么大 so some might ask how can we do this so all地上大得的教会呢 都不是人自己造成的 so tell you what the mega churches on earth is not done by men and they all had small beginnings so tell you what the mega churches you on earth is not done by man and they all had small beginnings 非常之重用的人 我先講大家很熟悉的馬安峰教會 他的主任牧師華里克牧師 他有一個簡單的模式給我們看 這樣他用5個師來達到他們要達到的一個目標 所以他叫做目標道向的教會 他在傳地來影響很多國家很多的教會 他大概在三十年前 積身到南加州從零開始建立教會 神感動他如何帶來人進入神的角度 他首先進入一個社區 社區是很多人的 他又知道很多人還未信耶穌 他就要開始來招聚那些人成為群眾了 所以他第一次聚會 在社區的社區 他也帶來人進入群眾 四位邀請很多人進入第一個聚會 這就是所謂的群眾 很多人都還未稱為真正的基督徒 但是他招聚他們 然後繼續在這群人身上 來講神的話語 以及帶領他們生命轉化 他將這群群眾轉化成為會眾 然後他轉化這群人成為會眾 好像我們這裏就是會眾 會眾形成之前 原來我們要做很多外面的工作 才會有很大批的會眾 而當我們會眾當中 我們也繼續來提升人 成為毀身的人 最後來帶領大家成為核心的人 教會的核心都要數以千人 神給他的教會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有萬多二萬人 可能超過我都不知道 但是他們的影響力 是達到世界上很多的國家 我們在這裏看一看 我們在新曙光的異象 我們經常講千人的祈禱塔 和萬人的敬拜 可能有些人會想 有沒有可能 或者有些人不關我事 但是我告訴大家 神絕對想不想這些東西成真 神絕對想這些東西 在每一間教會來成真 神絕對想這效果 正確實在去做 神絕對每天各教會 神絕對要有很多事 神絕對要永遠 這是甚麼事 神絕對要有所未來的教會 神絕對要有所未來的事 神絕對用力 神絕對要有所未來的事 神絕對於神絕對要有成真 神絕對要有所未來的事 神絕對要對神絕對要有所未來的事 我盼望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接触大量人的一个人 而且你千万不要觉得我们的人和我们是没有相关 Rick Warren每年他都有举行一些所谓大日子 例如圣诞节、復活节连整个水区的人都要去他们的教会 去他们的教会 其中一个教会设立了一个主大公园 在一个主题公园里面甚至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空坟墓 这样我们的小朋友是可以移动很大石来拿开的 然后他们就会进入那个洞里面原来有很多电子游戏机的 当然我们未必现在有这样的资源来搞这些搞作 当然我们未必有这样的资源来搞这些搞作 但是其实我们都说有相当大的电视机 我们都有电子游戏机 那个点是什么呢? 那个点是原来他搞到那些人哪里都不要去了 然后他的点是他吸引了这些人 所以他们不想去哪里 迪士尼连不要去了 他们不想去迪士尼连 南加州有很多主题公园不要去了 他们不想去哪里去教会 所以他们只想去教会 今天我们这间教会 我们不只是回来崇拜 所以我们不只是回来 我们忘记了城中里面 很多未曾得救的人 他们不懂得崇拜 所以他们不可以来 所以我们忘记了 那些人 可能有很多人 不知道什么是 他们不可以来 我们不是这样想 我们未来的Fansgiving 这个感恩节 你准备带多些微信主的朋友 你千万不要勉强他们 麻烦你买烧鸡才会来吃东西 新朋友你要特别优待他们 你放心你来吃餐 我们今年都不用买餐费 所以你一定要在我的日子里面 邀请了姨妈姑爹 亲朋戚友 微信主的人 你只是邀请朋友 和你的相伴 告诉他们我们有列国的美食 告诉他们我们有菲律宾食物 我们有印尼食物 我们有中国食物 我们有最好的食物 从菲律宾 从印尼西亚 从中国 前一段时间 师母特意为我 订了一个光波炉 没有 不用订购 买都可以 买了 买了 所以我们是什么 我买了一个新的 什么 不知道 我好像是昨晚 昨晚我自己做了叉烧 哦 所以我用这个新机器 我准备了一些 炸鸡肉 我想我感恩切 就不是吃火鸡 和火腿 就是吃叉烧 吃叉烧 吃叉烧 生鸡叉烧 所以我们有 炸鸡肉 在祝福日 为Pastor Gary 我都不知道 要烧多少叉烧 你跟隔壁说 你准备做什么 所以Asa and neighbor what food are you going to prepare 我们搞到这里 是好多人喜欢来的 是吧 神给我们 不单止有医馆的 一些大型的活动 神给我们 这么多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有些搞砸 而我们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做的 Amen 有多少人呢 你打算感恩切 我起码带到三四个人 太少了 起码带到一两个的 Amen Amen 哇 Rick Warren 他有一个理论 他就是每逢大日子的数目 他就看到未来 他教会增长的数目 所以我们教会 现在可以达到二千多三千人 所以我们教会 现在可以达到二千多三千人 Amen 有多少人相信 我是非常相信 上帝的能力 I believe because this is the power of God 我们一定要来 开始转变一下 我们的方式 so we should change our format 那我们呢 我们呢 初初一吃一下 我们要让他们 成为我们的会众 最后来成为一些伟生的基督徒 and we would then convert them into committed Christians 正如你们这么伟生一样 Amen Amen 你跟教徒说正如你这么伟生一样 Tell your neighbor just like how committed you are 而我们变回我们新楚光的教会 就是一个角度性的教会 and we define our church as a kingdom church 下一章 如果我们达到一万人的目标 其实非常之不难 so it's not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achieve that 10,000 mark Amen 就是换句话说非常容易 Amen 因为第一 上帝的心意是会很多人要进入神的国里面 because the first thing is God's will is for all men to come to him Amen 我们只不过是接收越来越多人进入神的国里面 Amen It's only to receive them into the kingdom 而神已经给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capacity 已经去到很多人了 and then God has raised up our capacity to receive a lot of people 所以其实是大能的勇士 so we are all mighty warriors 而将来我们已经去到很多一千个祈祷人 and now and in the future we are going to raise a thousand prayer intercesses and now and in the future we are going to raise a thousand prayer intercesses and in the future we are going to give this strategy to build a five thousand five hundred to one thousand people next year 当然有些人想 如果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没有达到的时候 石牧师就鎖了你爬牙 so some might say I'm going to watch out and see whether we are able to achieve a thousand 但不是石牧师去做 it's not about me 当我们来到去成为一个器皿的时候 when we become a vessel 上帝就会使用我们 and he will use us 如果我们的器皿越大的时候 and if we enlarge our vessel 我们就承受上帝的祝福 we are able to house his blessings 好似前几个星期 就是刚刚师母说的见证一样 just like how Teresa shared just now 我当时都和师母一样 有感动去奉献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well 神会做些什么 就好像需要付出了 and then when we thought about what to offer and how much to offer we didn't know what God has to do 但是呢 我自己的经历 和师母的经历 就是几日后的回报 就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but then our experience is that just a few days later the reward came 原来我们服侍神的人 我们是越来越被上帝宠爱的 so for us to serve the Lord we are favored Amen 就是当你去付出任何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觉得是绝望 so when you offer don't lose hope 你是大有盼望 you should think you have great hope 今天我要兴起一个基典三百 and today I want to raise up this Gideon 300 就是我们现在大概三百个人 我们要成为基典一样大能的勇士 Now we have around 300 people we have to be raised up as Gideon 300 Amen Amen 在当日的时候 米典人是欺负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是受很多苦楚 at that time the people of Israel people of Israel were being mistreated by Gideon 神要兴起以色列人 来将十几万的米典人打败 而Gideon可以招聚到二万二千人去打十几万人 and then there were 20,000 people raised up by Gideon Gideon都觉得这样都合理 一个人打几件 and then Gideon thought that 20,000 people 22,000 people should be enough because they are going to beat over 100,000 但上帝说不要太多人 but God said there are too many 于是他就说 喂 谁没有胆的 饭巨炮 没有胆 可以麻烦你回家 and then the Lord said just ask them to go home for all those who are afraid just ask them to go home 你可以同一个人说 你没有胆 你下个星期不要翻身处光 so tell your neighbor that if you are afraid you don't need to come back next week Amen Amen 好像有些人恐慌 好 然后就剩下一万人 可能Gideon都觉得 我一对十几个人都很厉害了 and then Gideon might think oh 10,000 to 100,000 but you are all familiar with this story 最后神只是呼召三百个人 what did God do at the end? He just raised up 300 only 300 against this over 100,000 而能够打赢 but then they are victorious Amen 原来神很喜欢用一些少数决定性的人 and then God likes to use the important minority 要成就他的极大作为 to fulfill his great plan 我们看到施洗药汉 在四百年黑暗的时期里面 就是一个跑出来 and then we know that John the Baptist after this 400 years of dark ages 成为呼召很多人去到抗野 去到药壳 去到氧壳 去到氧壳 来到悔改 復兴 受洗 He was the only one being called to call for people to repent 我们看到新曙光 神都命定有一些人 挑选了一些人成为復兴家 and then I understand that God has raised up people in sunrise to become revivalist say to your neighbor look at you you even you can become a revivalist 哇 你说有没有搞错 我这个样子是復兴家 and you might say that must be a mistake even me for me I cannot be a revivalist 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的真理是如何 but let's look at the scripture 第一件事 原来神用基典 基典的情况是非常之卑微的 and then we just look at Gideon he is a very humble person so what did he say to God 主啊 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 and he said that how can I deliver Israel I was in马拿西派里面最贫穷 he said my clan is the poorest in Manassee I am the least in my father's house and he said that how can I deliver Israel I am the poorest I am the poorest I am the least I am the least and Gideon looked at himself and know that he is the least and gedeon looked at himself and know that he is the least 但是神竟然使用卑微的人 我们看下一张另外一个例子 下一张就是大卫最初召集400个人在阿道兰洞 我们知道大卫后来成为皇帝 并且作王四十年 他要打很多场仗 但是他的起家是400个人 圣经记住这400个人是什么人 他说受困逼的 欠债的 心里苦恼的 他说你欠债的 合资格 跟着他说你看你的样子这么大 你合资格了 你看你满从心事 你合资格了 是大卫的起点 我看到大家这么喜乐的时候 我们的阵容强盛过他们 我们这里没有多少人欠债 很多人 对了 你合资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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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有多少亿欠债 没有多少人 对了 原来我们比他们更强劲 所以我们更强劲 所以你想不相信 神已经把很多东西交给我们 所以你认为 神已经把很多东西交给我们 所以你认为 神要兴起我们 使用我们 所以我们有没有曙光 所以你千万不要照镜 照常常看见自己 哇 我是自微小的 我自贫穷的 我的皱纹又出来了 你要看上帝的话语 你要在灵里面 看到上帝的作为 上帝永远 看见我们未来的封城 神也很想带领我们 进入祂的封城里面 他也想带领我们 进入祂的封城里面 Amen 而我们看到基地 第二个情况 是怎么样 他是没有胆的 第二个是 我们知道基地 他有很多恐慌 你跟隔壁都说 我看你都没有胆的了 跟隔壁都说 你有很多恐慌 跟着他说 神都要使用你 基地 他一出来 记住在圣经 他就在这个 拿走的地方 来打大蜜 就是说 他害怕那些米甸人 他就只有躲起来打蜜 他也是非常没胆 我小时候也是非常没胆 我又怕黑又怕蟑螂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现在每逢封马地出入的时候 我专看蟑螂怎么走出来 然后每逢天我会看蟑螂 然后浅踏在我的脚 然后 我会 你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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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说 你也可以说 魔鬼撒蛋 你也可以说 魔鬼撒蛋 我可以说 我要浅踏你 我要多多浅踏你 我需要浅踏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Amen Amen 你只要在下里 你自然都很有信心 所以 When you tremble on the cockroach you will become you will bring you will that will stir up your faith 上次去蒙古的时候 我讲过给我的朵兄姐妹 有一次我捉过一条蛇尾 那时候 i took the tail of a snake 那时候 Campsite 里面 在蓝球场旁边 就出现了一条蛇 那个弟兄听到我说的见证 他立刻在刚强壮胆 他跟我一起走到那条蛇旁边 我以前就捉住那条蛇 这个弟兄 他说奉耶稣叫他走 跟着那条蛇就是这样走 哇 哈利路亚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魔鬼撒旦好像很厉害 圣经里面称为刨孝 好似刨孝的狮子 即是只有声 即是好似狮子 实质不是狮子 所以今天我们要杠杠壮胆 我们要进入属灵的争战里面 将魔鬼的作为打败 把贫帮你都松开 把属灵的争战去顿上 然后释放我们的亲人出来 释放很多香港人出来 Amen 有一个香港人就大批大批地相信耶稣 So and then there will be one day where people in Hong Kong will come to Jesus in groups and groups 不是因为我们非常有能力 不是因为我们是军队 我们看我们自己是非常微小 虽然我们看自己是非常无胆 非常无胆 但是神今天要跟你说 你合资格 我要使用你 Amen 我们看见神就给了一个功课 基电去做 他如何训练他的胆量呢 How did God train his faith 今晚麻烦你去拆了你爸爸的二教祭坛 And then he asked him first to put down the altar of his father's house 你今晚拆了你爸爸妈妈的祭坛 So tell your neighbor to break down the altar of your pagan altar in your house Builded by your mother or father 你听到石牧师这样做 那下个礼拜你又不会回教会了 So you may not come back next week 但是基电照做 But Gideon continued to have faith 他开始大有信心 And then his faith was brought up 古时候拆了别人的祭坛比今天的压力更大 Now in the past If you tear down the altar of a pagan god It's even more dangerous It's even more dangerous than today 农历新年之前有一大堆香港人会扔掉一大堆的偶像和祭坛 And then Chinese New Year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would tear down the altar of the pagan god 你去垃圾池那里去看看 就有很多旧了的一些祭坛 那些人就扔掉了它 And then if you look at If you go to the You would see that many people just throw away their altar But古时候多旧的那些人都继续保持它 But then in the old days People would keep the altars And if you want to tear down and put down the altar of other people They would fight against you 当然石牧师要说明大家 如果你真的有胆量去拆掉你父母的祭坛 你不要说石牧师叫你这样 But if you are bold enough to tear down the altar of your parents Don't tell them that it is because your pastor asks you to do it So even in spiritual warfare you have to honor your parents 背着面向着那些偶像 我说我捆帮你 But then when you face the altar of your parents You just bind them 当然如果你真的拆掉它 就是你自己的决定 But then you can decide whether you want to tear them down But I guarantee you 基电所经历过的 你都要经历 But I guarantee that you would experience what基电所经历过 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 纵然不是一刻间处理了一些偶像的问题 Although some of us might not deal with those altar in one goal 我们将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在祷告里面清理 But then we would pray to tear down the works of the devil 有一天你全家都要被释放出来 And one day your family will be delivered 大家听不听得明白 Do you understand 最重要不要提醒牧师的名字 Don't mention my name 你一步步进入属灵的争战里面 And then you would just go into this spiritual warfare 将魔鬼撒旦的作为浅踏在你的教下里 And then to tremble on the works of the devil 你的胆量就越来越有信心 And your faith will rise up 有一天你全家都要来到归信耶稣 And then one day your whole family will be delivered And one day your whole family will be delivered And become Jesus 基电经历过 我们今天都要经历 So what基电经历 而第三样呢 基电是一个什么人呢 他原来对神是非常之没有信心 并且埋怨的一个人 And Gideon is also someone who complained a lot 耶和说若与我同在啊 我们使什么遇到这一切的事呢 And he said that if God is with us Why has this bad things happened to us 哇 他在埃及有这么奇妙的作为呢 现在却是丢弃了我们了 So if the Lord brings them out of Egypt He must have forsaken them 有几多人呢 你回身处光是充满了很多埋怨的 How many of you have been complaining 立刻不敢举手 心里面呢 有很多对上帝很失望的事情 So you must have a lot of disappointment 你和教练都说 你合资格了 And tell your neighbor you are qualified 哇 基电的埋怨在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使者面前来到埋怨呢 上帝都说 我要使用来 So even for Gideon who complained so much And God yet God used him So we all have hope 我们有没有埋怨过 Have we complained 哇 我们要重新拾回 这个对上帝的信心 We have to pick up the faith to God Amen Amen 而我们看一下 这个基电另外还 他是信心不足的人 And then now we also know God Gideon doesn't have confidence 神叫他拯救那些以色列人 把米迪人打败呢 基电就用一个方法去寻求上帝的心意 And then when God asked Gideon Just to go for the wall He asked He has to ask for a sign that he He would put the fleece of wool on the threshing floor And then if that is due on the fleece only And it is dry on the ground Then he would know that God would deliver Israel by his hand So the result is This really happened That is But then Gideon didn't believe this is the sign of from her And then Gideon didn't believe this is the sign from her And then Gideon didn't believe this is the sign from her And he asked for a second sign that this would be reversed 羊毛今晚是羊毛 羊毛是没有露水的 四围都有露水的 这些可能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一种情况 这可能是你 上帝是不是你的心意 我里面很怀疑 我未必相信你是这样的 但不用怕上帝都使用 新药里面有一个小朋友患癫痫痫 他爸爸就说 我相信你但我信心不足 求 求主来帮助 结果上帝都帮助他 使他的儿子从被鬼附里面得释放出来 今天神要我们不一定我们已经很完美了 甚至我们是非常自卑的 也感觉到我们满有缺点 但上帝要跟大家说 神都要使用大家 有没有盼望 有没有幻期 有没有疑心 有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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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 而我常常最惊讶 就是上帝第一次见基典的时候 他说第一句话 他向基甸说 他称他为大能的勇士 那时候基甸什么都没做 基甸都没拆毁父亲的那堂 基甸就怕到躲起来打墨子 基甸是非常自卑的 基甸非常之怀疑神是否可以 但是基甸称他为大能的勇士 所以你一定要跟隔壁我说 看你这样子都是大能的勇士 因为你怀疑自己 神都看你为大能的勇士 当然神给第一个提升功课 给基甸就是 他晚上要做些事 我再说一次 今晚你不必立即把爸爸的弹弹拆了 所以我再次告诉你 你不需要把父亲放下了 如果你有超级的信心 你就自己做吧 如果你有超级的信心 你可以做吧 我现在想在总结里面 我想告诉大家 今年你可以做什么 因为神已经看到我们的未来 你不要再用你 你的自卑来限制了你的未来 你不要看你现在的状态 来限制了你的未来 你不要一直照镜看着自己是不行的 我很想在明年里面 神兴起三百个勇士 如果比较具体一些 你来到去 开始为自己祈祷 你在未来一年里面 你的目标要成为一个组长 在未来一年里 第一个目标要成为一个组长 这个就是 跟基迪最初原有的目标一样 它是像基迪的第一个目标 以二万多人来打赢十几万的人 他认为原来他可以 即是一个对五、六个人 你可以做一到五 其实不是上帝 perfect的心意 但是我们可以借低限度 我们都有这样的目标 我们邀请我们的姨妈姑爹来 我邀请我们的同学来 我邀请我们的同事来 将来可以进入你的小组里面 这个是神都不想基迪就这样做的 所以如果2014年 我们定这个成为我们的目标 你要超过这个目标 so you have to exceed this target in 2014 Amen 当然我们听了之后 可能有几种的反应 第一我们仍然自卑 第一我们仍然自卑 第二我们不相信神的作为 第二我们不相信神的作为 第三我们不愿意这样做 第三我们不愿意这样做 今天我放在大家面前 世界上有很多神的仆人 有很多的教会被神大大使用 神没有同身处光说 神不使用我们 那个抉择在我们的手里面 信心不是看我们自己 而是看我们素来所相信的是什么 的那位神 如果你觉得不可以信任 可能素来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 不是真神 我们的真神是素来行神 即其事的神 过往我一个月里面 神做了他极大的作为 他可以令到我们教会所办的聚会 外面的人是排队 排出街排上来 二千年五年我第一次在新加坡 去参加一间的教会 在门内排了一千人 我祈祷主有一天 我们新处光 我们人都要排队来进来 现在开始进入状态了 所以你跟教徒主要早点回来 去欣赏神的作为 Amen 2014年可以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一年 也是可以进入一个奇妙的新一年 并且非常之有果效的一年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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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同的站立 Let's all stand up